这里可以花费抽奖券抽奖 虽然获得顶级装备的几率很小 但是我还是要搏一搏 万一单车变摩托了呢 大家好我是河里 欢迎来到地球三第六期 一个枪械抽奖券可以抽各种枪 手枪 线弹枪 步枪 冲锋步枪 重型步枪 但是我们没有枪械抽奖券 30钻石币就能买了 然后我们现在是22级 就要抽20到40的了 要40的券了 我们有两张40的券 这勾勾抽出来是30级的装备宝箱 然后人造灵魂 概率最高的还是蓝色 蓝色过了是30级的绿色 然后是史诗 然后传说 然后神话 抽一张就抽一张 0.13%的神话 我传说 传说 但是是个戒指的 传说是在哪个位置呢 传说是比我们 比史诗还要好到这个位置呢 传说 但是是它不是武器的 而且这个我们现在用的话 就是21级 22级 这种一阶的 我们最好是40级用 就刚好是40级 但是我们拿到不用 感觉又很傻杯 我们用了吧 做一个剑指给它打上去 你看传输一排属性 技能伤害 魔法护盾 击杀 三次式的击杀回血 冰霜抗性 魔力之火焰抗性好像不是很适合我们 但是肯定是我们能目前拿到的最好的装备 舒舒服服 再抽一下 先说好啊 大概率可能是一个绿色或者蓝色了 我不该浪费这个抽 但是既然你们想看 我就是满足你们啊 不好就不好吧 哦 战力品箱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 哦 战力品箱可能开出一套紫色的哟 它是它是这个史诗的 比如我们刚才那个传说要低一个等级 但是也比我们现在装备都好了 但它是三十级的兄弟们 三十级我们是二十二级要三十级才能用 先开吧 哈哈哈 摩力值生命值火焰抗性雷电抗性 诅咒效果 没用 生命值装备防御 混沌抗准 反正我们到时候把它打下来 然后装到我们的装备上是也可以的 这个法典不是我们用的 这个盾牌不是我们用的 这个锤子不是我们用的 这人可以打下来 所以分解掉吧 这还可以给我们三个石头 哇 抽奖是真赚的 这个券可以用金币买吗 哦 这也是随机的呀 哦 三十金币买的这个随机奖励的抽奖券是随机的 我有多少钻石币啊 我有240个钻石币 呃 我怎么把这个分解成 是要做ATMG吧 这里直接有 嗯 材料非常简单 啊 啊 我们就抽30个 多的不抽了 这个制服之路 他你可以 他可以用640个种子换32个钻石币 用这个640个绿宝石块换16个钻石币块 然后用256个钻石块换64个钻石币块 他其实我们现在等级低抽这个是很划算的 我们再撇的装备都能用 他最撇的是20级的装备抽奖券 我们大不了出个20级的看出来就是最高等级20级 我们22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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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知道我运气很开始变差了 但是刚刚好是个20级的 我还是有些小小的不能接手 不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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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上当了 上了大当 好 我们做个再做个紫色的匕 紫色的匕首吧 我们刚刚可以做个一接的 人造的紫色的灵魂 就这个 我怎么判断它是一阶 应该是这些材料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恶赛 好熟悉的名字啊 是那个 是那个 优深暗之源的 而且我们也做不了 它装备制作等级要20 我们装备制作等级没这么多 我们装备制作等级只有5级 做不了一点 我们把这些材料拿出来 天狱矿石 四个紫色的灵魂 两个 哇好贵啊 我们存了10年才存12个 来吧 不比赖来了 只有四个 但是它加了71%的攻速 感觉得拉 说实话 我做个假人 刺下伤害 我们这个71攻速的放主手 怎么看不到DPS啊 3838 暴击是80 换一手呢 33 暴击是80 还是这个要厉害一点 这个武器基础伤害要高一点 然后我们现在去地狱了 我们看能不能把地狱的BOSS召唤出来 先打一波 做个滑翔伞 走吧 滑翔伞 滑翔伞 闪现 我天上伞现 然后再配合滑翔伞画下来 对好 我们在地狱用不了落地水就用滑翔伞呗 OK 我们先搜第一个 这个 INFERN 1000多格也不远 我知道这个怎么用了 不对 所以我们 我们可以 what's this 命魔 王的釜底 怎么召唤 我直接挖开可以吗 火焰之王 没伤害他没伤害也 我跟他让 挺身了 无敌了 有什么机制吗 什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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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干嘛 掉血了 发生了什么 这两个下截 已经投给我嘛 火焰之王的头盔 加火焰保护 耐久三 就这 是个铁头 继续去我们的老地方 你们发现没有 我来下街 一个恶魂都没有碰到 你是恶魂 变成恶魂娘了 还有一百多个 这是另外一个猪猪堡垒的吗 应该不是猪猪堡垒 因为如果是猪猪堡垒的话 我们到猪猪堡垒的时候 应该已经完成了 任务没完成 上面就不是猪猪堡垒 我们看一下这里也是不是一百多级 还有35个 都就是这里 这里 多少级 23级 这是猪灵 不是蛮兵 我要看蛮兵多少级 23级啊 这蛮兵 为什么我出生那样点的蛮兵 一百级啊 是卡bug了吗 起了一百块 你看 但是他砍我还是很通话 我还是稳一点 而且衣服很容易就烂了 远古藏骸 灵魂极形 没什么好东西 还有没有箱子 这里好像就那两个箱子 要箱子就只有春天里面了 傻咪 我什么要连锁吧 旁边也连锁 这样的 我们一层层探索啊 他过不来 他一个 打完 收工 开箱子 箱子呢 开溜 这个可以连锁挖掉 开溜 OK 拿到什么东西 哦 拿到了 断转模板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全套 升级成下级合金的 但是没有必要 钻石靴子 就这样 哎 很一般 然后我们去我们要去的地方 是这个大建筑 我擦 获得了一个进度 没boss啊 就看一眼嘛 在讲台的位置 投掷一个烈焰之星 下界之星 召唤烈焰之神 那要先打第二年是吧 反正我找到了 他的任务让我们先找到 我们打以后再说 好 就下个地方 我们拿着吃回来打卡的吗 FORBI 2400个 是那个吗 这个我们现在来挂 顶上有一把剑 什么东西啊 他 翘翅 我怕杀了他会给翘翅吧 这没有boss啊 这是一个探险的地方 枪 这个UZI 他拿着一把UZI 我把这个剑拿了 我被打了 等一下啊 后面有人在射我 是个下界合金剑 下界合金剑啊 有什么用啊 我们用的是匕首 这里探险有点危险 说实话 好大呀 这里 这里要探索十年 他跟我们差不多的几句 打不过呀兄弟们 我记得这里是有好东西的 我们走吧 感觉没啥好东西 或者是我没找到 我记得 还吃金蘋果你他猫的 哎呀没好东西走了 找下个建筑 SANCT 1178个 这个呀 这是那个呀 很大的一个图书馆 你们全是那个老乡 灾恶村民 这里还有还有还有地下室 地下室是这个这里最富有的 我们先从头顶探索起 惨了忘了 这里全都是挖掘皮老三 永久的 那儿 那个直接可以自忙你 不是 不是 开会啊 来一个个来一个个来一个个来 排队排队不要急 不要急 那个让我自忙的职业呢 往哪去了 然后这里可以下楼 我记得 我们先不下楼啊 我们先把一场探索完 其实楼下的宝藏才是最好的 但是这里我们快速探索一下吧 我们把这边探索完就去独下了 我25级了 你就是你换魔 还要我手势够快 他妈我现在死在那了 走位 兄弟们起码高手 挖掘皮老 这个不受影响 最聪明的一级 很好 操 是什么东西啊 圣所保护者 每次东西放不下的时候 必定会死回来 点一下技能 对对对对 我们25级可以学 又学可以学新技能了 镜像 是个被动技能 提高我的闪避和攻击速度 我们这个学一级啊 然后先点这个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Q技能换了吧 是他吗 就这 下面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不知道有没有 应该是有的 会到试试吧 拿斧头试吧 附魔的斧头试吧 这里巨大 特别容易迷路 你看 虽然这个没什么用 但是是有好东西的 兄弟们 这里要抗火 这里有一个隐藏 可以进去 别怪我 别怪我不择手段 是这里 两个都打不过 但是 他会射这个 但是他好像可以射这乱七八糟的虎人 但是好像没什么用 掉了圣洁之怒 两个圣洁之怒 这可以射螺旋上的火球啊 这个 就相当于射一种小型天梯吧 然后这里本来是解谜的 我们就反向解谜了 这解谜是怎么呢 他就开了 我们就进去打开那个boss 打完我们都挖着皮刀三就没了 就可以随心随意的挖东西了 只是我用了一点不是很好的手法 OK Next 这个就打boss了 好了兄弟们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本期呢 出了一下奖 探索了地狱的部分建筑 那么下一期呢 我们将会把地狱全部探索完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